喜欢冷暴力的人 在原神家庭里 父母当中的一个或者这两个人 都喜欢用用这种技术 比如经常有一个人会对他掉脸子 动不动就会说 如果没有你我会过得更好 或者我管不了你了 我不要你了 当他需要父母的时候 父母总是打岔 他没有听到 他和父母分享心情的时候 父母总是说 别整这些有的没的 赶紧写作业 还有呢 他会经常听到父亲或者母亲 说对方的不好 对方的冷漠 说他们夫妻之间的不和 在心理学里有一个概念 叫做镜像回应 就是说孩子从小会通过模仿 或者反映父母的行为 情感表情或语调 来建立情感的关系 当父母表达出某种情感的时候 孩子会通过类似的情感表达 来显示理解和共情 而在冷暴力当中长大的孩子 他的情绪是被看不到的 或者不允许出现的 这样就会导致他非常缺乏积极的情感互动 他不得不从小就学着 抑制自己的情感 还有自己的情绪 逐渐他会变得对情感麻木 而且难以理解 他对别人也就没有了共情能力 这样的人长大过后 真的他是无法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情感的 也对别人的情感表达回应不了 有一些人因为情绪的长期压抑 会出现攻击行为 或者自毁行为 去表达自己的情感 来引起别人的注意 所以你们说 跟一个有情感冷漠 或者情感冷暴力的人生活在一起 是多么的痛苦 当然了 他自己也很痛苦